欢迎来到斑斑乐园的跳远比赛 今天我们就是自己跟自己比赛 开玩笑的 我们把右边的斑斑怪物变成彩色的 没错 就是这个碎片型的 不过这个直接变成黄色了 这个是彩色的 蜗牛变来变去 没有什么感觉 最后两个变完 那今天的比赛就要开始了 小伙伴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开始吧 首先出场的就是这个红色的斑斑怪物 哎呀 它跳的距离还是比较不错的 接下来是变异版的斑斑怪物 这个变异版的斑斑怪物 可以吐出砖块 它在砖块上跳 这样的话就比正常版的斑斑怪物 跳得远 那接下来是白色的斑斑怪物 你们这些变异怪物 我一定要比你们跳得远 我说白色斑斑怪物 跳得好像并不远呀 现在是变异版的白色怪物 你看它一点一点的往前走 毫无疑问它已经超过你了 现在就只有看这个蓝色怪物 哎呀 看我的有什么好看的 我长得又不漂亮 你们看我干嘛呀 哎呀 我就说嘛 不要看我 我都跳到墙上了 好了 看来蓝色的斑斑怪物 并不厉害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一个变异版的蓝色怪物 哎 哎 他们果然是双胞胎 这一个变异版的蓝色怪物 在空中直接走不动了 喂 喂 哎 你好像卡到这个砖块里面了 你究竟是不是来比赛的 你是来搞笑的吧 哎 哎 只要大家开心 我就快乐 哦 看来这一个变异版的蓝色怪物 很有奉献精神呀 那接下来是一个绿色的怪物 喂 哎 绿色的怪物啊 你能不能跳远一点呀 我变异版的绿色怪物来跳 我才是最厉害的 你们谁也跳不过我 哎呀 我怎么才跳了第二名呀 变异版的绿色斑斑怪物 你不怎么样吗 接下来是黄色的斑斑怪物 正常版的直接开跳 哎 哎 哎 你是不是害怕呀 怎么都发倒了 我才不害怕呢 我看你才害怕 你全家都害怕 好了好了 不给你拌嘴了 现在是变异版的黄色斑斑怪物 哇 它的颜色更黄 哎 虽然只涂了两三个砖块 不过它还是比正常版的跳得远呀 接下来是这个大嘴怪物 嘿嘿 哎 看来它很高兴 左一下 右一下 不过你不要高兴得太早 这个变异的跳得更远 快看它直接起跳 啊 果然它也会用这个砖块 跑呀跑 跳呀跳 哎呦 这下好了 它跳了第一面 嘿嘿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牛排 firms让我饿了 虽然太开了 没难就倒了 为什么还是烦斑的 猪菜 有趣要有些真相 找我 你在哪 是